而在华林市立幼儿园15号也开学了 幼儿园特别举办了水乐园派对活动 用清凉愉快的心情来迎接新的学期 市长魏家贤也参与了孩子们的开学日 除了在现场发送开学礼之外 也和孩子们一起同乐 让大小朋友们都玩得不亦乐乎 15号是华林市立幼儿园的开学日 也是小班新生入学的日子 为了让新入学的小朋友们可以放松心情 幼儿园特别办理水乐园派对迎新活动 先生们必须先走过三道门 拿到三样开学礼 象征孩子们已经正式踏进学习之路 那我们今天也准备了三个门 分别是平安门 乖巧门跟智慧门 那平安门会送给代表平安 给小朋友一份口罩 然后还有乖巧门送给小朋友一包乖乖 还有智慧门给孩子一份智慧笔 那这都是市长魏家贤爸爸 为大家准备的小礼物 那希望家长跟小朋友 可以加入室佑这个大家庭 然后未来在这边开心快乐的学习与成长 在经过开学一事过后 紧接着就是孩子们最期待的水乐园派对 现场除了设置各种造型的水池 还为孩子们准备每人一支水枪 让整个园区都飞溅着激情的水花 场面超热闹 应该是说蛮特别 因为我们小孩是第一个 所以办这个活动 让我们会觉得让小朋友快乐 不会让他们很紧张 对让他们忘记就是上学的那种紧张感 那美跟所有的家长介绍 其实室佑就像一个大的城堡一样 让孩子进来这边 可以学习到非常多有趣新鲜的事物 那我们也期许未来孩子 从学校学习完以后 都能够自己照顾自己之外 也可以独立的来协助家长做一些家事 那我们可以看到 小班中班大班之后 就要迈入人生另一个阶段 也祝福这些孩子 能够在室佑有非常愉快的童年 也有非常愉快的成长经验 幼儿园长李飞玲表示 这次用碗水来迎新 就是希望小朋友可以开心与同侪一起玩耍 也借由活动发掘学校充满着乐趣 也祝福新生都能快乐学习 平安长大 在四幼度过快乐的三年时光 记者 徐立芹 华林市报导 阿比丘 华林市报导